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已经入行超过30年 其实当初是怎样入行的 当年没有想过入行的 读完书就在做其他工作的 就是写字流 做一些Messenger 但耳机从小就玩功夫了 一路一路练功夫 有参加国术比赛 国术的擂台比赛 有一天就有个制片 我打完比赛 他就进来跟我说 有没有兴趣拍戏 拍什么拍戏 很陌生的 他说 我们要找几个真的懂得打擂台的 那我们会拍一部擂台的电影 那就 哦 那就好了 已经在做事 兼职 他就有时间 接着一直拍完这套电影 拍完这套电影 又觉得 咦 我都可以 挺有趣 挺有趣 挺过人 接着没多久 大概 大半年左右 跟着邵氏就开始招考 演员 演员训练班 是的 没有训练班 当时是做些什么呢 其实 训练班 是的 训练班 训练班就是 你已经认识了很多东西了 其实为什么还需要进去训练班呢 哦 哦 就是已经认识了这些 我都认识了 好像你一样 我觉得 武术 我考的时候 你打一些兵器 讲对白 都考完了 那其实 原来到你进去才知道 传统的武术 或者你打的东西 和拍摄 还要加拍摄技巧 是两件事 但是武师的生涯一定辛苦的 是啊 不止辛苦 只是惨 怎样惨法 不如说 以前 年代不同 现在你们幸福很多 现在他们拍到 大家小心啊 以前不是的 真做 那些师傅说 你是练功夫的嘛 那你为什么要摄东西啊 摄东西都静静的 哦 有没有事啊 没事 黎哥 那天天都收工 就全身伤了 有没有分享一下受伤的经验 受伤我最 可以有多伤呢 有多伤啊 断手断脚 我好像没告诉给你听 我最厉害的时候 一个月暈过两次 一暈暈了三天 暈了三天 我醒了三天后 你先加插一点问题 这份工作 需要簽身死葬的吗 其实 没有簽身死葬的 你肯做就做 我除了做武师 都会有一些难度的动作呢 有些演员 譬如你看80年代的电影 其实个个都是 电影是用血 用肉做出来的 你看洪金宝啊 大哥他们那些 就是刘师傅 那我们都是帮的 都是那些 就是如果打一锤撞下去 那不够的嘛 当然要扔上墙落地的那些 最辛苦的一次呢 有没有印象最辛苦的 就是可能没有手 但是还要 最辛苦最辛苦 我做那个 看一个演员 你們去沙田 吃乳甲 大牌档不是有个河的 那河旁边一直下 我就看一个演员滚下去 但其实你看就没什么 那些石子很利的 演员就已经拍了 戏就穿了一件短袖的衣服 那就是这里没有东西 那就是一旦滚下去 那这样滚了一个 下去 那视频师突然说 啊 勾了肤 那 那导演看 没数字都看了 想一会 再来过 那来多一个 但是我这些已经 一刻刻看见到骨 徒弟方面呢 收了很多很多徒弟 你都 不是说徒弟是跟你学的 因为现在的资源和时间很紧了 如果對演員到現場到武術紙裡套給他 但他只是做了一個招出來 沒有表面 沒有神髓 其實他可以更加好的動作都一樣是可以幫到他的 師傅 戲又拍了那麼多 武術又懂得那麼多 你自己有什麼體會 其實我從七八歲開始練北方拳 大聲砌掛 練你都知道 後拳加砌掛拳 北方拳其實已經體能要求過 我們以前我都跟你講過 我師傅練三年基本功 然後就開始有開拳種 陳師傅 是啊 但是拍攝其實都需要很大的體能 需要很大的靈活度 那其實就正正我們這一派 其實就很敏合的 還有我們裡面其實 講得出來的兵器 吐勞我們都有 我從2007年我拍《官僚經濟文》 因為那年我差不多拍了 有11個劇 那我不夠睡覺就坐在那裡 突然間那個鬧鐘響起床 我裂了一條筋 滑一滑 那雙腳裂了一條筋 但是當時我以為好像扭一扭 那繼續開工 到晚上已經雙腳穿不到那雙蟹 那是不是因為想治療自己 接著你這幾年不是去讀經樂的 是啊 除了治療自己 其實因為我自己的體會 我除了我可以針灸 中藥 那變成我去你們來練習 那我都會更加可以幫你們 第一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身體狀態 恢復 還有第二有什麼傷 那都我可以幫你們治療到 好 刺殺皇上的幕後駐路 帶頭大哥到底是誰 這麼厚硬啊 大家回家 你在觀眾的心目中那個形象都是惡人啊 壞人啊 但是之前《古靈偵探》裡面那個小風姐 其實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那是怎樣揣摩呢 當時 那是導演 導演就一坐下來就說 你什麼都做過了 那警察進去每個都是兇神學生 那我想你變一變 你說怎麼變 那一個導演我又合作了很久 其實小風姐之前我拍了另外一個 那個就是跳舞那個 蝕小強 是的 又唱又跳又扮 是的 那個呢 反而就 其實那個反而最早呢 反而信心不是那麼大的 因為拿劇本 哇 要我跳艷舞 那時候回來呢 跟著我又 那個導演呢 我又沒有合作過 我又不是這麼熟 那他第一天 那時間就很急了 又拍了兩劇 那他就叫了舞蹈導師就 排了一隻舞 那叫我跳 那叫我錄了餅打 叫我回去看 那又是傻佬嘛 看 哇 行不行啊 那又在開另外一組 那就想了 那唯有當打功夫 那又記了一套拳 那一路記記記記記 那跟著到他拍 那個導演又不熟 那個導演呢 就叫了 那些臨時演員百多人 那在舞台就一味就說 啊師傅啊 你跳多一次啊 那好像整套拳打出來表演 當現在上擂台 那樣 那又出來一次 那就 踢了五六個 那跟著又一路 都問他 原來後來他就找個女生 其實你叫我扭 我都覺得我扭來扭去都扭不到了 那中間原來有個女生幫我補了一手 那那個之後 因為那個呢 那個大的轉變呢 其實幫了古靈偵探的小風姐 那個都沒有被人罵 是否最爆的一次呢 其實就是接這麼多角色 這兩個 還有一個 還有祖南那個 唱昨晚夜那個 是的 因為有祖南在那裏 那又說 喂 舅舅 不要這樣啦 我們去唱這首歌吧 他不是的 他到那裏拍那天就說 喂 那我唱啊 我那個人唱 他不是買的 我到那裏唱 那好啊 那我就又去試 另外一個階段的東西啦 是否因為唱昨晚唱到上癮 才唱了最後的溫柔呢 是怎麼來的這件事 不是 那就不是 那個點擊率很高的 師傅 不是 那好像那個時間是差不多 但是不是的 因為我 因為都有 有時間我都會做 國內有些節目那些我做的 大家都認識你的 那我們不如 我們想試一下你會不會 那我已經錄了這首歌 你上來拍MV啦 那我們開始唱 那時候公司在拍東西 我說不行啊 我沒有時間 那我說 不如拍東西 不如你 我試一下吧 找導演幫我拍 那就找了 一個導演幫我拍了一首歌 那他 又剛好 跟我一樣的導演 又說 他又試 我在試錄一首歌 他就 劇我也拍了 我試一下 MV 行不行呢 那他就沒有告訴我 他就放了出來 嗯 然後他就打給我 喂 你的歌放出來 很多點擊 記不記得怎麼唱啊 師父 開禁口 開禁口 我怕你們都走光 不是啊 唱兩句啊 重溫一下 等一下又重溫 是嗎 唱兩句啊 我怕你穿著 因為他沒有理由 好厲害 好厲害 那試隔這麼多年了 有沒有籌備第二首啊 你這麼爆 啊 如果公司要我 我試的 有公司給我 我試的 好啊好啊 那 希望師父快出國 好 今天多謝師父 接受訪問 多謝 好 拜拜 拜拜 hi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條channel like my條片 開我的notification bell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啦